红枣 红豆 莲子 枸杞 光配料就有18种 看得味道调查员眼花缭乱 那这猪肘该怎么处理呢 上面的猪毛直接就变黑了 迅速变黑了 就是让这个表皮更干净一些 你看马上那个油就一点点往下滴了 将肘子皮朝下 用旺火反复烧三次 在去除猪毛的同时 还可以让皮下脂肪融化 减掉三分之二皮下脂肪的厚度 哇 这样还是挺沉的 这有几斤肉啊 两斤半左右 哇 掉了 看来这个钩子的拿法很关键啊 接着挖掉猪肘表面胶糊的部分 将清理干净的肘子凉水下锅 加入葱 姜 花椒和料酒 一同煮半个小时至五成熟 新师傅说 在水升温的过程中 可以在去除血污和腥味的同时 让调料的味道进入肘子肉中 在煮肘子的时间里 新师傅又端出另一口大锅 两口锅同时开锅 您用那口锅主要是做什么 我们把莲子和红豆这些蒸一下 给红豆和红枣中添加一抹猪油 可以增加香润的口感 20分钟后 只见新师傅从蒸笼中取出 已经蒸至半软的莲子和红枣 而红豆则被留在蒸笼中 继续蒸十分钟 直到完全变软 那么新师傅会怎样用这些辅料 与猪肘来搭配进行烹饪呢 现在我们要不要大早的盒去掉 我们会把这个盒去掉 来 两边都切掉 用筷子扎一下 把它捅出来 还没出来 可以了 可以了 把莲子塞进去 对对对 我们这边牛腹红枣 是婚宴嫁娶的一道必须上的菜 这箱子里面就是寓意早生柜子 哦 这个寓意很好 对对对 新师傅说 红枣和莲子将在合体后 继续入锅附蒸 此时肘子煮到五成熟 新师傅下一步又会怎么做呢 下面我们就用这个肘子 把它积向眼 积向眼 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这个骨头给它去掉 挖出一个像大象的眼睛 把这块骨头拿出来是吧 对对对 来 我完成下面的 新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 鸡向眼是用小刀 将半熟肘子中的竹骨挖走 把刀口割出形似 大象眼睛的一种技法 为的是在象眼中填充各种配料 让口味更丰富 是牛佛烘肘供菜做法中最关键的刀法 一点一点的得试探的 把这个骨头取出来 用小刀缓慢切开肘子中间和竹骨相连接的筋肉 取出大骨 这既要厨师对猪腿结构非常熟悉 又需要精巧的刀工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 一旦割破了象眼 就无法固定眼中的配菜 影响成菜口感 我可不能把这个肉给它破坏了 好 骨头已经完整地取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肉这儿有没有象眼的形状呢 有 这里就是象眼了 现在我们就放到这个汁水里面去烧色 中火烧开 然后我们小火煨半个小时 然后取出再蒸两个小时 接着要将蒸过的肘子放入糖色汁水中再烘半个小时 在自贡 所谓的烘其实是指将肘子放入汤汁中长时间小火煮 是调味品入味 肉质变软的过程 然后我们切上花刀 这个肉煮得已经非常熟了 你看刀一下去这个肉丝都乱往外跑了 一块肘子一把刀 刀起刀落尖 就能变化出不同造型的花纹 现在我们准备上个蒸了 这就是之前我们蒸熟的那个红的 这个象眼里面红一点 眼睛这儿多放一些 这个酱油 之前我们去找的这个特意找的这个老酱油 切花刀很关键 不然这个酱油撒的时候撒不到这个肉里面去 此时之前特意寻找到的上好酱油派上了用途 一勺齿味浓郁的灵魂蜜料 天然手工酱油撒在肘子上 不仅让牛佛烘肘子的肉质拥有了独特的酱香 褐红色的酱色也让人食欲大增 放一勺蜂蜜 放两勺老糟 再加这个烘制时的枝子 必须腌着这个肘子边缘 这样更加入味也上色了 再一次上色 新师傅说 牛佛烘肘的贡菜做法 要讲究各种食材之间的相互补益 现在已经蒸了一个半小时了 在这个时候再把刚才做的红枣里面 我们家的莲子这些都放进去 再蒸上半小时 对对对 将之前塞有莲子的红枣再次加入 同肘子一起继续小火蒸30分钟 当猪肘成琥珀色 香气四溢之时 四周点缀上超过水的银耳和西兰花 美味的牛佛烘肘 这才最终烹制完成了